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家庭养蚊竹 蚊竹它是比较爱黄叶的一种花卉 而且它的观赏性非常的高 如果说有点黄叶 那这个蚊竹就往前就没有观赏价值了 所以说大家在养护蚊竹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一些方法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养护环境 一定要空气好 因为蚊竹它的叶片比较细小 跟其他花卉不一样 所以它对空气的要求非常高 如果说我们的养护环境空气混浊 或者是经常不流通 或者是有一些爱抽烟的朋友 那么养出来的蚊竹肯定是养不好的 所以首先我们要改善的就是我们的养护环境 另外就是要保持土壤微微的湿润 因为蚊竹它是比较洗湿润的一种花卉 如果说它也会干燥或者干燥的时间 它也会长缺水 那么就很容易让蚊竹出现黄叶 那么还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说我们的蚊竹出现了黄叶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绿叶宝来给它喷一喷 这种绿叶宝使用非常的简单 买回来之后直接就喷就可以了 而且它里面含有活性光绿素 以及多种营养精华 防止叶片发黄还有胶尖卷月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给它大概5天左右给它喷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它里面还含有各种微量元素可以给蚊竹补充营养 我们不需要多5天一次 所以大家想要养好蚊竹 必须要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还有适当的给它浇水 另外再给它的叶片补充一点 这种月利宝 就能让它的叶片一年四季长绿不发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